这个女孩她叫小妮 她是个生长在贵族家庭里的孩子 这天到了她应该婚配的年龄 所以她来到了这个舞会 如今舞会的当下 她成为了全部人的目光 冥冥之中她看到了一个男孩 她叫小文是一个公爵 同时也让很多男生认识了她 男生们都纷纷的上门提亲 刚开始小妮其实很讨厌小文 因为小妮觉得小文是一个浪子 可是无奈之下 她就要跟小文假扮拍拖 因为小妮以为这样 可以吸引更多的异性追求她 小文呢就可以阻止被人逼婚 小文其实是个不婚主义者 就这样他们两人一起走入会场 会场上跟所有人都把目光 放在了他们两个人的身上 慢慢的两人不生情愫 所以小文要跟小妮分手 因为她觉得她不应该结婚 到这里我梦了 什么叫做不应该结婚呢 小妮突然吻着了小文 然后两个人来个往事拥抱 小妮还是一样要小文娶她 可是小文不要 就这样小妮逼小文结婚 小文没办法自家就答应了 就这样他们一起去跟女王说 他们要结婚的 然后就举办了一场婚礼 小妮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小文自愿的 可是她就是喜欢小文 其实小文也很爱她 就在供房子夜 小文跟小妮做了她的心声 婚后他们很甜蜜 然后他们就来一个无极开心的夜晚 可是小文不想要有孩子 小妮很想要有孩子 小文偏小妮说她不可以有孩子 小妮一直以为是小文的身体有问题 所以不可以有孩子 可是恰恰相反 小文的身体健康得很 而且还让小妮发现她即使可以有孩子 小妮非常的伤心 你问小文原因 小文说因为她爸爸不是个好父亲 从小就没理她 只是要她继承爵位 为了报复父亲 她不要有后代来继承她的爵位 这个原因是不是有点奇葩啊 听到原因后 可小妮更伤心 可是最后小妮还是安慰小文说 你不是你的父亲 然后在同一时间小妮也趁机跟小文告白说 无论她是怎样她都会爱她 小文听后很感动 然后答应生小孩 嗯 通常都是这样的 小妮终于怀孕了 也生了一个男孩子 过后他们有个美好的家庭 这是一部不错的电视剧 讲述了爱情跟友情 可是有芒果的吃饭进场面